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2009年 莫拉戈颱風到台灣來訪問 這個颱風是中型颱風 看起來很溫柔 它喜歡台灣的風土文物 它就在這裡多待了兩天 這兩天之內啊 它居然下了兩公尺的雨 這兩公尺的雨 在台灣的中南部引起了土石流 我們就看到小林村 在一夜之間沖毀了 600個生命也就這樣消失掉了 去年我們大家都看到 在菲律賓有一個海洋颱風 這個颱風是有史以來 登陸的時候氣旋的速度是最高的 每小時達到300公里 這個颱風一過劍 有6000多人上市了生命 那時2萬多人都找不到 這個颱風過了之後 科學家都說 我們在過去的230年 不知意思說嗎 說隨著溫室效應的惡化 我們會看到極端氣候 強風暴雨 乾旱就連續地衝擊著我們 風調雨順的柱子 可能會越來越少 所以大家都知道 我們要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減少 我們很多人都說 好 用核能來取代 但是我們也知道 在3年前 我們看到大地震 那一天我在東京坐飛機 下午飛回來 飛機下降之後 才聽說在大地震 這個大地震是很嚴重的 帶來了海嘯 後來在福島的核能化電廠 也出了問題 這問題他目前還沒有解決 現在日本人在做的是 怕放射性污染流到海裡面 他想把地下水的高度 希望在裡面放低一點 使污染的水不流到海裡面 最近他們也在想 用冰凍的牆 把海邊冰凍起來 使污染不流到海裡面 我說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 災害到底會多大 會影響多少人 我們還不知道 確實是非常嚴重的 這個地震發生之後 一個禮拜之後 我在華國主持 國際科學理事會的會議 那個時候 一位副會長 日本的教授 叫做Colodaleko 他看到我就抓著我就說 問說 遠則遠則 這是千年才會來的一個大地震 為什麼今年呢 他就不放過我說 為什麼今年 我說 我不能回答這問題 但是我說 你如果 再活一萬年 這種大地震在日本 大概會有十次左右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有一位印度的科學家 你如果看了之後 這過去的十個大地震 是在五十年之內發生的 只有文川大地震在內陸 其他的大地震 都是沿著太平洋沿岸發生的 我們通常叫Ring of Fire 這裡啊 你如果 在這裡看著 每五年 就一個大地震 Richter Scale大一 八點五 你在日本的話 可能一千年來一次 但是你如果在這裡看 在亞太的沿岸 每五年 就有這麼一個大地震 在哪裡發生 不曉得 但是呢 在這個地區 做核能挖電廠 當然是一個非常不理想的事 地震發生之後 世界各地的人 都有很多慰問信 也很多科學院說 我想幫你忙 能幫什麼忙 過了一陣子 日本科學院 就用回信謝謝大家 但是那封信裡面 談到一件很重要的事 說日本好像已經到了 我們要檢討 社會經濟發展的時候了 這句話 當然引起很多聲勢 因為地球 地球上的人類 發展到現在 我們怎麼走 到底我們面對的 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想要 什麼樣的社會 這是我們大家都要想的 但是我在提供說 我們要什麼樣的社會之前 讓我們看看 我們的社會的發展 是在哪裡出了問題 我們都知道 太陽系形成之後 大概經過十億年 因為地球特殊的位置 我生命現象的發生 陽光就把我們生命 開始演化 經過現身代界 也做了物質的循環 經過45億年 這是我們居住的地球 在這個地球上 有人說 依照熱力學的第二定律 每個東西都會到最平衡的狀態 都會毁掉的 但是你如果看地球 是這樣子的 我們生命在献献向榮 為什麼 是因為有太陽 如果我們把太陽關掉的話 地球上的所有的東西 包括我們很快的就會消失掉 在這個地球上 即便兩萬年前 我們的地球 確實有很大的影響 在這幾年人類 人類誕生 或者是一直發展下來的 這一段日子裡面 因為人口不多 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不大 即便在十萬年前 農業在世界各地 發生之後 我們人類對地球的影響 也不是很大的 不過 這一百年來 我們的地球 確實有很大的變化 這個地球 很矛盾的 在太陽系裡面 是很小的一個東西 太陽光 我們接受到的 也只不過是 陽光的百分 一億分之一的能量 到地球上 地球 又是對人類幾乎是無窮大的 但是我們如果看 人類生活的地球 就是人類生活的地球上 我們只是生活在一個 薄薄的一層上面 地球的半徑 有一萬兩千七百公里 但是我們大氣圈 海洋圈 生物圈 這裡面這不是幾十公里的 這個薄薄的一層裡面 太陽照耀著地球 我們接受能量 也向宇宙放出能量 到底我們怎麼樣改變 我們在居住的環境 是會對人類有很大的影響 我剛才講的這個影響 最大的影響是 工業革命發生之後的 能源的使用 你如果看 從一千九百年左右到現在 能源使用增加了很多 但是增加的能源 都是從化石染料來的 所以這一段日子 我可以說 是人類脫離太陽 脫離大自然的一個步驟 今天我們住在這裡 外面陽光給我們很多的能量 但是我們不要 很討厭的 我們看到冷氣 就很涼爽的 這個改變 在台灣 我們看到 三百年前 貧寶族 淫富 它就是這樣子 它用的所有的東西 都是生物質 穿的衣服 建構的東西 但是工業革命發生之後 我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地底下挖出來的東西 用化石染料 才改變 當然 這個過度的使用 隨著科學的發達 很多產品 很多環境的改善 人口有增加了 人口的增加 在上個世紀 從十五億增加到六十億 消耗平均也增加 每人增加兩倍以上 所以這個增加 消耗產生的污染 增加到八倍左右 結果呢 我們走到上個世紀 就看到地球已經超載了 地球已經超載了 你們相信嗎 我們坐在這裡啊 如果這是一部飛機 我們說超載了 要掉下去了 你們相信嗎 最好要相信 確實是這樣子的 不過在地球超載的話 很多觀念 我們是要改變過來的 很多已開發的國家 我說他們是過度開發的國家 包括台灣在內 他們沒有資格告訴 還沒有過度開發的國家說 跟我們走 你們有機會開發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對的 但是當我們講地球已經超載 不但是過度開發的國家 他們說 我們很常 我們要開發 但是我可以告訴他們的 就是 我們要開發 但是呢 要不一樣 要不一樣 我們可以走出一個 不一樣的路 當然 我們知道 我們要走出一條 不一樣的路 我們就要從 我們在哪裡跌倒 就要從哪裡站起來 而今天 我如果看我們的地球 跟太陽的關係 我們說 在兩百年前開始啊 我們脫離大自然 脫離太陽的步驟是不對的 我們要重回太陽的懷抱 每個人都會說 我們最理想的能源 是核融合產生的沒有污染 我們希望能夠成功 但是我知道各位還不太了解 我們是有核融合的能源站 在那裡啊 太陽 太陽的直徑比我們大一百倍 我們跟太陽的距離 也是太陽的直徑的一百倍 這個太陽提供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大 一個小時照耀在地球 所提供的能量 就足夠我們一年的使用 我們脫離了太陽 我們要回歸太陽 回歸太陽 當然這幾年 我們也看到再生能 陽光 風力發電 進步得非常快 但是這是還是要過一段時間 才能完成的 這個階段裡面 我們核能到底扮演 怎麼樣的角色 尤其是在台灣 核四 是不是應該扮演重要的角色 這個我就要提到我的好朋友 西伯格教授 他在博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 跟我同事了很久 他是在六十年代 六十年 一九六年年 Kennedy總統邀請他 他那時候是在博克萊加州大學 當校長 要他到美國的能源部去工作 在他任職的十一年之內 美國的能源發電站 增加到七十座 但是環境團體的反對 到了七十年代 也就沒有 沒有再繼續蓋 在1992年 有一天 他到我的辦公室 他說遠哲 我聽說台灣要蓋核能化電廠 我說是啊 我的報商也看到了 他就說 如果台灣要買核能化電廠的話 不能向美國買喔 因為美國已經二十年 沒有蓋核能化電廠 後來七十年代蓋的都是 七十年代以前得到licensed 但是法國不一樣 法國在過去的二十年之內 因為政府的資助發展得很快 如果你買美國的 後來有一個轉包了好幾次的 唯一的樣本 零件也沒有 取代的零件不一樣 所以不能向美國買喔 我那時候就會回到台灣 跟政府的從最高的一直談 但是沒有用 沒有用 後來台灣還是向美國買啦 所以以後發展的是 就像西伯哥講的一樣 我們就搞了一部拼裝車 零件是找不到的 所以剛才我們講的是 地震之外 核電廠本身沒有能夠蓋得很好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好 我們說要回歸太陽 這裡面還有兩個事情 我們是重要的 我們如果要永續發展的話 要輸減跟分享 輸減不是說我們就要回歸到原始的狀態 而是我們要更有效的利用能源 資源 改造我們的社會 使我們以更少的物質 過最好的生活 我們要學會分享 最近科學的進步 我們看到沒有把飢餓的人 或者是貧窮的人拉上來 而是製造了很多極端富有的人 我們一定要走到自由 平等民主的社會 平等民主的社會 不然的話我們是走不下去的 在台灣 我們居住在一個橫島的小島上 以前沒有資源 我們沒有自由 以後我們大家看到陽光的時候 我們有陽光 但是人口密度很大 比起美國 我們人均能夠享受到的陽光 只有二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要格外努力 我從一個國際科學理思維 比較大的觀點看到 如果在地球上 我們還沒有學會大家共同努力 我們沒有看到地球的北邊 風力是穩定的沙漠地帶 陽光充足的 怎麼樣這些能量 經過轉變出 轉化跟全球的連接 使我們能夠在地球上 好好地存活下去 在台灣我們要努力 我們可以做到的 但是做到並不是說 我們在一個小島上 自己就可以做到的 我們要跟全球各地的人 一起努力 年輕的世代 是人類有史以來 能夠全球連接在一起的人 如果年輕的一代 跟全球各地的人連接在一起 我們回歸太陽 創造理想的社會 自由 平等民主的社會 不要有那麼大的貧物詐趣 我們要紓緊 我們要分享 我們可以作為全世界的標本 標兵 把世界帶上更美好的境界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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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